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可以对人类生活造成巨大的影响 这个世界充满了邪教 妖术 巫术 错误的宗教 虚假的教导和敌基督 就连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并今生的骄傲 也不是出于神的真理 世俗文化中的所有心灵噪音是一直存在 它显然使大多数人感到困惑 诱惑和误导 约伯纪一章七节和约伯纪二章二节是完全相同的经文 耶和华问撒旦说 你从那里来 撒旦回答说 我从地上走来走去 往返而来 彼得前书五章八节 勿要谨守 警醒 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 如同吼叫的狮子 遍地游行 寻找可吞吃的人 圣经经文记载了一些关于恶魔在这个世界上活动的故事 他们可以占据人的身体 并完全控制人的灵魂 大多数人看不到灵体 但一些通灵者可以看到更深层次的属灵事物 有的人可以与神灵沟通 从灵源中获得非自然的力量 从而可以算命 占卜 预言和行神迹 邪灵引诱人 使人失去人性 人就变成了野兽 若野兽行为更上一层楼 人就变成了魔鬼 在专制国家 暴君行为就像魔鬼一样 他们不关心人的生命 如果他们得不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他们就想发动核战争 邪灵在这个世界上造成混乱和破坏行动 邪灵总是引诱人们反对圣灵 邪灵说服好人去做坏事 邪灵诱惑人们追随他们的邪恶欲望 邪灵在当人们进行心灵冥想时 可能会进入人的脑海里 邪灵可以进入人体里并占有它 控制他们的生命 邪灵拥有比人类更强的力量 通常附在人的身上以释放他们的力量 邪灵引诱人们远离真神 并带领他们的人下地狱 邪灵伪装成光明的天使 并隐藏在一些宗教和教堂里 邪恶是违反创造者和我们生活的目的 上帝没有创造出邪恶 就像黑暗是没有光一样 邪恶就是没有上帝 加拉太书五章十九节至二十一节 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 就如奸淫 污秽 邪荡 拜偶像 邪术 仇恨 争敬 记恨 恼怒 结党 纷争 异端 嫉妒 醉酒 荒雁等类 我从前告诉你们 现在又告诉你们 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果 邪灵给我们各种诱惑 比如金钱 权力和性欲 并利用图片 视频 音乐 虚假的教导使我们上瘾并落入他们的陷阱里 马可福音四章十四节至十五节 撒种之人所撒的就是道 那撒在路旁的 就是人听了道 撒旦立刻来 把洒在他心里的道夺了去 撒旦是邪灵的首领 他是堕落天使的头目 暂时掌控着这个世界 撒旦蒙蔽了人的心 甚至用神的话歪曲事实 让人看不到福音的亮光 不要认为撒旦是穿着红色斗篷和拿住干草叉的无害卡通人物 他是非常强大的灵体 他的目的是随时随地阻挠神的计划 魔鬼曾经使用过的最大把戏就是让世界的人相信他并不存在 他们还欺骗人们 告诉人们真神不存在和没有审判来临 以福所书六章十二节 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 乃是与那些执政的 掌权的 管辖这幽暗世界的 以及天空属灵器的恶魔征战 对抗撒旦和邪灵不是靠我们的肉体 而是靠圣灵的神圣能力 圣灵能带领我们进入永生 邪灵能带领我们进入永死 我们现在正生活在世界末日的时候 撒旦用他的最后的一口气进行了凶猛的征战 扰乱了上帝拯救迷失灵魂的工作 但真神是无所不能的 无所不知的 无所不在的神 他今天仍然统治着这个世界 将来还要重建这个地球 全resten更动 accompl的 出社会修行软适打 我从来这话 未经过的血管 所保重错证